大家好,欢迎来到佳伦说科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怎么通过在旧货链流域 有很多人通过空谱的方式来去骗钱 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最近整个的Lear2二层网络很火爆 所以会有很多用户 就会体验各种各样的Lear2 那么这些Lear2最大的好处就是盖世费低 盖世费低然后速度快 盖世费低对用户使用来说确实非常方便 但同样的给骗子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我前几天时间刚好在我的马蹄的钱包里面 看到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公投 尤其是因为上一次TP的版本工薪 它有一个新资产的提示 所以我打开的网钱包就会提示我 我又有新的token到账 那么我一看 其实就是一些片子的空头token 那今天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做参考 首先这是我的Polygon的钱包 那你看我这里大概有39个马蹄 然后再往下 这里 其实这个就是我添加的一个片子的地址 你看它空头了这个不知道多少位的这个一个token 它的token名字叫AAX 实际上可能大部分用户只要在你前面里看到这些 肯定都会很好奇说这到底是什么token 那可能能不能支点钱 尤其是在这么多数量上 所以就一定会有一些用户习惯性的去搜索 那这是我在Polygon这个浏览器里面 你直接输入AAX 它就会显示这样的一个token 很明显你看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一个网址 那自然而然的 它用户就会习惯性的输入网址看一下 你一看就有AAX对马蹄的一个交易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AAX这个token的情况 从它所有的链上数据来看 其实很明显 我们看它有61万个holder 其实它就是通过因为这个马蹄链上的盖子位非常低 它批量的去发这种token 而且这个用户还发了很多次 至少在我的账号里他发了三次 我们看这个数量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就是通过程序来去发的 发了之后 它其实就辅上了 在这个发送的信息顶 辅上了它整个的网址 然后就会有一部分用户很好奇的去访问这个网址 访问这个网址 那当然我们看这里跟一般的DAX是一样的 它就是有个交易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很好奇去连接你的钱包 然后你点connect wallet 这个时候它有两个 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规的界面 一个是你连接你的硬件钱包 还是你的这个软件钱包 那很明显不可能有大家有硬件钱包 所以一定会点这个 点了之后到这里 其实我就一下子明白了 很明显这其实就是一个盗取你钱包的资产的一个钓鱼的DAX 因为很简单 在这里让你输入你的私钥 私钥或者是你的助记词 如果有一些用户很好奇 他输入私钥之后 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钱包就已经被对方获取了 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导入你的私钥 把你这个链上的收入资产全部导入 其实片子往往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率 我们看他发出一些61万个地址 就这些地址当中一定有用户 他安全意识比较低的 他就会去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单工又会有用户去输入私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多 基于Layer 2也好 只要是那些供电盖子费比较低的 很多的这种片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批量去生成一些 空隙币 然后空头给你 让你好奇 去把你的私钥造出来 所以其实安全措施很简单 只要任何的网站 让你输入你的私钥的网站 他一定都是片子网站 正常的其实应该是直接授权你的 Metmark钱包 然后这里就会显示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最近还是有很多的用户在说这个支撑被盗的原因 我这里大概列了几个 我自己就遇到过 首先就是你会收到转信 像币电安火币等等 他会提示你说你的账号有风险 让你点这个链接 这个其实很明显 你重复链接地址就能看到 只要这个地址不是官方地址 他就有问题 那第二呢 就是这个你去下载钱包 像前一段时间的 什么TP钱包泄漏啊等等 其实实际上 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你下载了钓鱼的假的钱包PP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你只要去官方网站去下载就可以了 不要去任何地方啊 可能有的用户习惯性的 比如去搜索啊 百度或者谷歌啊等等 但其实你一定要去找他官网站 然后去下载 这个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好 今天的小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对于区块链钱包的一些使用 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